还是那句话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在采访当中我们了解到 很多人最初接触毒品呢 就是跟着所谓的朋友一起吸毒走上了歧途 吸毒不光弄的是妻离死散 更可怕的是其中一部分人 以泛养息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最近南昌县就破获了特大的毒品案件 而犯罪嫌疑人就是在好朋友的指引下 走向了这条不归路 近日南昌县公安局广福派出所民警 来到了辖区内的一个村庄 对藏在这里的贩毒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警方进入房内的那一刻 犯罪嫌疑人依然在吞云吐雾 随后民警在他的家中搜出了马骨一千例 冰毒二十多克 还有毒资两万五千六百元 早在今年的三月份 警方就盯上了徐某 并且掌握了他从外地进货 在南昌市和九江市贩毒的证据 徐某落网之后 警方在南昌县三江镇又抓到了徐某表弟图某 随着三名核心人物的盗案 警方抓获了全部的贩毒团伙五人 吸毒人员四人 警察时徐某原来的生活状况很好 在染上毒瘾之后家财散尽 都给其他房子之类的 后来他跟那些社会上的人 经常会吸毒了 然后毒病开券很大了 就没什么钱了 后来就贩毒了 他自己现在目前应该是比较后悔的 像他吸的家伙的房子 那个老不都走了 孩子也跟那边走 徐某跟随朋友吸毒 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 最后还带上全家 都干上了违法的勾当 现在他们的话 面临长期的劳益 估计是最少是十年以上了 我们和我们称赛 这好 就得醒你 谢谢 谢谢 谢谢